我说说王家的历史啊 我爷爷有个名叫齐大康的 你说那时候张家周啊 是爷爷年轻小伙 我爷爷那时候也是小伙 三十多了 三十多了 三十多都有家成家的业 然后那个他就张家周就是闹个 那这就是 咱们这这笨说就是糊吧 就传练这些个 说话那个有力度那样人 就像能吹 现在早就说追牛逼吧 有力度 完了能好交这样人 再早就讲这一句 我就串联 串联我爷爷说 哥哥咱们就出去吧 干去 我说也不知干啥 说干去 说行 我就给镇东那臀子 他们就跟那合去的 我爷爷就跟着走了 走了吧 家里钱财全拿走了 我太爷也管不了 我父亲小爷管不了他 走就走呗 人家走了就跟张家周走了 走了一半年吧 完了回了一趟 拿点钱 完还走 之后他给九个万号嘛 给他们那个张家周 那个柳子里 咱们也不说 那这也不说叫柳子叫啥呀 那当户都讲柳子 叫取大胖子 就给他取个名叫胖子 当马辈 给那个张家周当马辈 后来越整 人越多了吧 也不管他 说不上有多事 人陪张家周 然后就这样一事 把他就干起来了 然后那个 走来走去 给他 到 也不知他干啥 我们就现在出去当户 也不敢问他呀 然后回去 他回去的时候 就疯了啥事的回去 骑匹马回去的 也不知道是啥回事 那就就有 就有我了 我不得点 完了后那个 战州就 实际联系了 实际联系完 我爷也不敢说这事啊 说了 他明白吗 明白 一直明白 一直胡子胡子 你这玩了 你这帮孩子 我爹他们也不敢问他 一问他胡说 完再要抓 这都打成啊 他就精神不好了 下的吧 下的 完就精神不好了 明白的时候呢 明白胡子 时候说个父亲 这个算的 完再 父亲那 父亲 走散了 走散了 就是让你 让你出卖 让你打散了 被张家周 不打成 他们都 哥本塌香了 他就跑回去了 跑回去弄 开疯了 开疯了 然后就骑着板凳 给当事 就那个抽 那个板凳上西天 他是记工 就那样事儿的了 那时候我都记事儿的 就三十岁了 我都记着呢 后来也不敢问他呀 后来就 变果了吗 就打着本子 变果了吗 变果就是 闹着 抓胡子 抓胡子 就扎点粥 不是好人 我吓得也不敢说 也不敢 也不敢说这事 不敢问他 问他 哎呀 这一蹬就直了下的 他有时候他跟人说 明白的时候就说 明白的时候说 吹吹吹 战争舟时候怎么干 怎么打这儿打那儿 他就说 就是打这本 完了就说 说那样有 他们说的无心 听的有心 完了后 那就是 那年验兵吧 我弟弟 我弟弟已经七十多了 那年验兵 完了我弟弟就验上了 验上兵了 完了还没能走 你就说 他验上兵 他爷爷就跟战争舟 当过胡子 我就喀下吧 这兵就拿下来 就没走了 现在我弟都七十多了 我还 还不满意 还就说 你说那时候 爷爷 跟战争舟干啥呀 我就说 我当兵都没当上 没有影响 他都不对 当兵 保卫族国吧 完了一说 当胡子 完了 下一代就影响 就影响我们好一代 后来等 我和他革命 以后平反了 这张亚洲 平反了 我也死了 没有正经人了 没有正经人 我爷爷不死 从根到上 他能说的 圆圆圈圈 张亚洲 小伙又帅 又高 又好娇 又好啥的 文财五六呗 文财五六 好一个人了 好威武一个人了 他就是 一开始回来 闹革命 就找 找你爷爷了 就找啊 他给他当马背 马背是啥 马背 现在说就是警委员 按前马后的 按前马后 保护他的 就是那种事 那这心理的说吧 不像现在这么说 那这就叫打马背的 对 完了后他就 张亚洲好娇好威 那么小伙 还有文财 我爷爷用那么说 用那么啵啵 就取大啵的 妈 这段历史 我咋不知道 这段历史 那时候谁敢说啊 丢磕去 当胡吧 那时候叫胡吧 后来知道 人家有那个 中央派下来的 派下那个 张亚洲 下的东北 说是革命 闹革命 万一中央下令 调查给他平反 要都平不了 都当胡吧 那他那个背后 有多少人默默付出啊 那老多了 也不是张亚洲 哥哥出的名了 那是大伙陪伴的 妈你这么说 对不对 你这么说 你这么说 我没说过 我说过 怕人家抓 我们这事 都有历史 这爷爷 那你今天为啥想 做这件事呢 这么多年 我为啥想说 我再不说 你们都不知道 我让你们知道 这查历史 是怎么回事 那是你爷爷的事吧 是我爷爷的事 他不是胡吧 他是闹革命的 这因为这件事 因为这件事 我大舅当兵都给撤 对呀 不就用那事 完都不敢说了 我也不敢问他 一问他 他就说了 他八多岁才死 那也没人作证 现在我还知道 淼淼知道 继续不知道 反正做么事 跟张德州闹过 他一说 他那些儿子 你说你说抓 你不敢说了 你磕这事 都是磕这事 啥说呢 这些事 就是我 就是 就是这一代人 还是我记着 淼淼是 以吐了反当的吧 还是有种回事 张德州是张油风的 那我把大革命 把人家整够呛 那家整的 翻起两长的 真的 谁敢说呀 你今天说了 我不知道这个 能不能发出去 不知道能不能给你封了 好了 封就封吧 这是历史 这是历史的